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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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業主立錯法團 會好大鑊的 我們上次來發團 開的日司都來了 誰啊?先說一下 有一個人說有來的 我曾經坐過網場機 有去過風台 你說關於是嗎? 是空台 是嗎? 這裡是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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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哪裡 我們自己找靈驗還是怎樣 過來吧,我們先前些看 我們看戲 你們熟悉,到時候我們一起出人去 我介紹一下文友給你們 這位Joseph 阿曉禮召集 都是我們的軍師之一 西環軍益 自己的主席 秘書人 你好,不好意思 大家都是熟禮 反轉了發團,自己由離開始 發團 甚麼差都不交,由離開始 導過 接管管理署 是的,接管管理署 那時候 要遲了工作 四個多月 每天對管理署18小時 哈哈哈哈 我還是問一下 遲些大家一起聊 對時大家聊聊天 其實都會盡量看到他們的關注組 會幫忙 給一些意見 大家都互相學習 我們看他們的規模是大我們N去 我們? 是啊 你三千六百多個 四千六百多個 三千六百多個 四千多個我們只有一千個 但是我們選的時候 人家是用選立法會的規模來跟我玩 是 區議會 隔壁就是中聯辦 人家拿那個規模來跟我玩 每天放幾張圖在那裡霸佔著你在那裡 霸佔著你擺街站的位置 不讓你擺街站 那時候很厲害的 你先介紹一下你自己吧 Hello 我是Edmond 其實我是農盤院的業主二代 就是發現這個屋苑的法團不是很管理屋苑 導致屋苑很多問題 所以我們就召集一班街坊 希望可以改善這個屋苑 組織了龍盤有理的參選團隊 你們其實由組織到現在 走入直路 業主大會 你整個過往的process做了多久? 其實都用了大約一年左右 其實一開始我們都不是說 因為未知過會期是甚麼時候 我們都做不到拉票的動作 我們其實就因為因應疫情的 我們就會幫街坊找一些成本價的口罩 票白水或者大家不方便買菜 我們會找一些義工幫忙 就是幫大家買菜 希望先凝聚一班街坊 那慢慢就知道 咦?八月頂就是一個業主大會 那我們就開始拉票 那法團就可能 知道自己輸硬了 他就取消業主大會 令到我們拿到的授權票作廢 這個步驟他們重複了兩次 但是每一次他們取消大會 就令到我們的支持者增加 今次我們拿到的授權票 大約是屋苑的三分一的業主單位 那其實他們自己拿來碎 是 因為越不公義的東西 就越多人出來反對的 那 我們其實都是想這個屋苑好而已 三分一是多少 三分一 我們屋苑有3340戶 今次的授權票是有1060多 是 那還有未計現場親自出席的業主 那所以其實 這班人是自己拿來 是自己拿來 是 那通常呢 你看這些狀況呢 那他將電腦票呢 都難有些假的 因為那第一 你的票數呢 要和出席率要合 那第二 如果票數多於出席率 就出事了 那第二呢 他就說 將票呢 我相信 給長者來計算 應該比較吃力的 因為這次 什麼呢 學能測驗 我們要填滿那個格子 你想想 每個人要拿著支筆 支筆這麼幼 填滿那個格子 有些困難 那現在我數三分 看看他們的時間 有幾張問題票 才決定 是 你會預示到 他這種 比較難的投票方式呢 有多不多廢票的機會 其實很難說 他們仿效回區議會 這樣算 千多票裏面 一般都有幾十張問題選票 逐張在爭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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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些那麼大 又很遠 我想 你說限定 幾十張 甚至過八張 一點都不奇怪 沒有讀下去 知道要再做什麼 有任何問題 他都會靜記 高先生 他們好像問題票的情況 都好像搞很久 還有呢 每次數出來 都數完又再數 數完又再數 為什麼會有什麼情況呢 其實呢 這個就是講人手點票 和機點票的分別 你想一下 學能測驗 那些畫圓圈 那些 剔圓圈交叉 那些 其實講的就是 你要個投票人 你要個投票人 做多少的功夫 在張票上畫一個這麼實的圓圈 你先講就是有效票先 我覺得這樣看 在三四四個框架 真的沒有說過 張票圓圈交叉 畫個心 這樣下去寫個吊字 都可以的 只要你清晰分析到 去將票演繹 他的投票意向 就已經可以了 你留意一下區議會 都一樣的 區議會怎麼看 張問題票呢 譬如說 他那個剔 在圓圈的框裡 他吸一個剔 為止一張有效票 如果那位是長者 我手震 我吸完 再吸再吸 我都是吸著那個圈的附近 如果很清晰 是投票誰的 那你怎麼當一張廢票呢 這個是我們的想法 剛才說 在場 我不說名字了 駐場律師說 你一定要畫到一個圓點 交叉 不受 剔不受 圈都不受 我覺得真的可以質疑一下 這件事情 民政在這裏 其實可以向民政查出問題 是 我相信 九成九的民政 都不會在這個情況 講意見的 他對來講 他就是來到我的責任 來監察你的會議進程 我不是來和你去 Define the definition 就是公平的問題 是啊 不是在民政的角度上要做的 除非你那個選舉 沒有閉到一個位置就是 你的票的數目 多個 點名數目 民政就要插手了 這些就要 你想想 上次昆一二期 那些人 即場在那裏簽票 在房間 你都不知道那張票有沒有有效的 那時候 民政都照給他做 對不對 所以其實 我覺得去到這個位置就是 除非 票數 就是問題票 去到一個位置 過百啊 那我覺得就真的值得要看看 那張問題票 究竟是怎麼演繹 我覺得 剛才我個人感受 我覺得一個律師的說法就是 圓圈交叉一滴都不實 但是三四四沒有演繹的話 這樣可以 或者這樣不行 但是你清晰展示到 別人那個投票意向 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而已 OK 是的 那麼 那麼我們這個議程山 就是 簡選了一件 現機會計師行 就成為 屋苑 2020年4月 至2021年3月 還有 2021年4月 至2022年3月的核數師了 接著我們進入下一個議程 這是李生來的 是的 這是候選人之一來的 這個 李寧忠 那剛才就 拜拜 大家都說拜拜 應該他就是 義氣蘭山 就要收皮了 離開了會場 其實因為呢 剛才我們就是選 下一間核數師的會計公司 那我們大比數就選了76% 就是第一個選項 而現界法團呢 他應該是 不是選這一間的 那他們發現 原來 這麼大比數輸的時間 就是 之後的議程 他都應該會輸的 那剛剛就 現界的法團呢 有兩個核心人物呢 就 說去廁所 離開 那我們都有禮貌的嘛 那就拜拜李生 是的 他不是 棄手 不過可能是 可能離開一會而已 沒有人知道啊 他說去廁所 可以去幾個小時的嘛 去到明天都可以的 就是第一個議程 其實他都知道 可能有機會 就是已經是 如果一個懂得分析的人呢 就應該知道 後面都輸的了 那現在就是說 座上就只剩下指值一個了 嗯 是啊 那他都可以選擇現在離開的 再補充 現在最大機會 就是現在這個水安全 這個議案呢 如果在 就是有這些叫做 Banesson 有津貼的情況下 你都騙不到 現在的業主 或者中間票 是投你呢 那其實之後那些票 就是之後下一個就是 選新法庭呢 你都不用想的了 所以呢 現在 現任法庭那個叫做 馮碧玉呢 就還在那裡默默針 不知道針什麼東西 那你見到呢 現在的情況就是 說有一些 一大堆的保安員在那裡 就是 可能有機會 當他說棄手 就不肯再 處理會 他就會 在我們這邊呢 就走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些保安人員 就是捉成一條人鏈 保護他離開 那其實呢 那其實呢 他們都 就是我眼見那個議程 很有趣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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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業主大會 周年大會 看一下一些 財務報告啊 主席報告啊 很正常的 那你看到今天其實 主席沒有什麼報告啦 那就是講一些 財務東西啊 很輕輕的而已 那跟著 一轉就轉入直路呢 就是那個水安全了 那因為通常這些 就是水安全服務啊 招標託這些東西呢 就那個議程呢 就水蛇春那麼長的 是一定要讀完他的議程 才准過的 那你見到 如果整體護署 都不想他做的時候呢 即使那個水安全 是就是改善大廈那個 那個 基本設施都好 可能都不想他做的 就現在先放他去做 那變了就 那變了就 他現在就變了就 他應該猜到自己輸了 輸了7、8成 這裏都 出席數目呢 就是946個單位 總出席單位數目呢 就是1372個單位 出席單位的百分之就是41.08% 在進入議程錄之前 麻煩 我要加個麥克風給主席 麻煩主席 我來看看主席人數 大家好 以前呢 就進入一個選舉 新一屆的管理委員會的時間 那本人呢 就為了避嫌 那我們就會交由私 而繼續呢 是協助會議進程 那還有呢 就由律師呢 顧問律師呢 協助講解個選舉相關的法例 那本人呢 就會先離開主席台口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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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程錄議決第九屆管理委員會委員人數 那議事管理委員會委員人數呢 就有15人的 現在呢就是開始進入 下一個議程呢 就是第九屆管理委員會人數的動議 A呢就是15 B是14 C是11 D是18 那現在的情況呢 就大家都好像是說 就是 B 那就是14人的 那 那麼 現任的主席呢都已經 都已經下台就 將 那個議程呢就交了給管理公司處理的了 投票結果已經有了 建議委員人數 14人的 有25544個 全份數 佔的百分比呢就是78.99% 那這次的高手呢都說 14個人呢 那麼點票 都幾長時間 他預計都可能要一個小時 現在呢就 因為那個電腦系統有問題 那他點完這票呢 要前身再點過 那真的 很好笑呀 現在是我們14個全數當選 我們全部的得票率是接近八成 有幾個參選人是過八成的 證明其實眾望所規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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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的來改善我們的屋苑環境 我知道之前你們的舊法團有訴訟費 最後你們會想怎樣處理 現在就交給新的那班委員去做 因為我們全團都支持他們 謝謝你們 我們今天真的很高興 就是龍盆院終於又光復了一個屋苑 龍盆有理有一班有心的年輕人 他們推翻了舊友法團 重新開始過希望屋苑有新的景象 今天有個朋友介紹一下 我們都叫做不打不相識 他剛開始的時候 我就來問一問 你那時候預期怎樣做 現在就找了Simon 出來說幾句 你不如說一下今天的回合 或者今天整體的順暢 順暢 現在他贏了 你的感受是怎樣 你輕輕說一下 我叫Simon 其實準備了這個選舉工程都好幾個月了 為什麼會好幾個月呢 其實今次法團選舉 或者今次業主大會 都已經被人取消了兩次 在九月和十月的時候 都分別現屆法團 即時任法團 當時時任法團都用不同藉口 去取消我們今次的業主大會 當時我們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訂了個場 你不知多少人 你又說疫情 那個場不能監視這麼多人取消 後來我們就發現原來他們就是怕輸 到後來我們真的連管理公司 我們在後面做了很多工作 包括聯絡民政事務處 聯絡不同的政府機構 去問一下 究竟我們業主大會 我們是否可以這麼多人聚集在 是不犯這個限聚令的呢 我們都得到很多正面的回覆 甚至管理公司 都是拿了這個來參考 去設定今天的場 所以你會見到可能有些間隔 都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 那今天的回覆 給我們預期是順利的 因為我們本身會預期 會有人可能會紳士 或者會吵 但是都很多謝各位街坊 即是都 我們這兩個星期的不斷宣傳 都希望街坊在這個場合冷靜 我們只需要投票 用選票去踢走之前的法團 那麼我們現在都 都要完成了一個大任務 接著下來我們都會希望 看看再怎樣改善屋院的環境 因為之前都 屋院發生了很多事 或者屋院見到屋院的環境管理 不斷走下坡 所以我們都希望 連一些有心的同路人 出來一起改善屋院 嗯 辛苦了關注組 龍盆有理 但是他們辛苦了很多個月 很多很多法團 贏了之後 他們都 初初開手的時候 都覺得充滿希望的 但是中途呢 通常都比較辛苦 因為難免呢 舊法團 有機會有些 比如找一些屋宇柱 食環啊 可能很多投訴 要你發團 背後 要你做 其實你們是否都 開始有一個準備 即將會 即將會 取消屋院的運作 其實在進行選舉工程之前 大概一年前 我們一直都已經召集了很多不同的街坊 即很多不同範疇 在那範疇 有那方面知識的街坊 譬如有些會計 有些專門做工程的 有些做物業管理的 都很多街坊去支持我們 今次走出來去踢走舊法團 所以我相信 我們之後 繼續走的路 都會是 可能分開不同的地方去處理 那今天 多謝Simon 恭喜你們發團 未來這兩年 努力了 多謝 謝謝 拜拜 1 2 3 狗狗交易 新的開展 Yeah Thank you 你們 我們 感谢观看